很寂寞 其實在說話的時候 很寂寞 很想遇到 泛倒愛生前 欲知來日不多 女性落淚公開最後簡訊 我最主要的天才人 日本女性林沐沙里奈 在15日播出的TBS節目受訪 談及已是好友 日本前AV女優泛倒愛 沙里奈透露 自己將泛倒愛 視為談心的姐姐 我以前在她的婚姻 她在她的婚姻 她在她的婚姻 她在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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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倒愛2008年底 在東京住處促世 享年36歲 沙里奈更透露 兩人最後的簡訊內容 我去沙里奈 去沙里奈 去沙里奈 一緒去沙里奈 我已經斷了 我只是需要 那傳訊息 她是超級男人 所以我都可以 她當下看到這樣的回覆 覺得有點奇怪 但泛倒愛曾向她透露 自己的腎臟不好 可能覺得來日不多 才會說那樣的話 在兩人傳訊十天後 就傳出泛倒愛 被發現沈屍家中 寂寞ですね 話をするとね 寂寞ですね 会いたいし なんか 寂寞新闻 寂寞ですね 报道